很短时间就发了第二张专辑 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新专辑 这张专辑叫《敏感者》 是我第二张专辑 但是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新的专辑 里面收录了台湾版有十一首新歌 也很荣幸地能跟小哥有合作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的这种音乐市场 而且音乐氛围很好 我希望我自己的专辑能够在台湾友好的成绩 可以看一下跟小哥合作的经验 然后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其实在合作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小哥 我觉得他没有那种所谓前辈艺人 他们那种特别强的气场 反倒是很平易近人 我觉得好像让自己很轻松很多 就是当下被清点到你的时候 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不敢想象 首先是觉得能让小哥知道我这个人 就已经很好很好了 能够跟他一起演唱 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所有的已经梦想成真之后 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努力一点 在这合作的过程这种学到什么 在他身上 很敬业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特别多的一些工作的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小哥的一些举动 我觉得好像自己还需要学习的动力太多 可以举例一下吗 其实是像小哥对待每一个工作人员 他的态度都很好 其实我在拍MV的时候跟小哥一起 很辛苦也录到很晚 但是他没有一点说有一点点怨言 我觉得自己应该学习得更多 可是跟这样的天王合作是不是会有压力 会有一点点 那怎么办 但是有压力我才会觉得自己差距在哪 我才会更努力一点吧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有蔡建阳 小哥的背书嘛 是不是更有信心 特别有信心 而且我觉得自己也拿出了120分的努力 整张专辑每一首歌 我都是按照这种主打歌曲的这种 这个要求去让自己做得更好